中所两国在平等互利公开透明的基础上进行安全合作 帮助所方维持社会秩序应对自然灾害 开展人道主义救助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不取代所现有的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我不明白这怎么就对美方构成严重的风险 按照美方的逻辑 是不是太平洋岛国只能同美方开展安全合作 或者只能同包括美方在内的 它的少数几个盟友开展安全合作 是不是同其他国家进行安全合作就是威胁 美方究竟是把岛国视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还是当作自己的附属 是要与岛国发展平等关系 还是寻求控制岛国 这些是美方需要回答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